第一個就是Josie 她對我的影響都很大 改變了和她強化了我 姐姐在心目中的重要性 外傭和僱主經常會有衝突 但有人不僅是主僕關係 還可以昇華到做家人 現在說有第二胎的Babby 有三個外傭姐姐 Josie主力留在媽媽家 Dale和Jack就在Babby家 處理家務和照顧小朋友 其中Josie就由Babby九歲開始照顧她 新式近三十年 究竟她們融合相處的關鍵在哪 我們當時有Pilow Talk 小時候很喜歡叫朋友回家玩 玩得瘋得小便會發聲 可能會說我們 朋友都會說 你姐姐這麼兇 這麼有威嚴 長大了 都了解到我真的太晚 可能會緊張你 你不要真的玩得太晚 說回來 也不會說很隔夜仇話 Babby至少跟姐姐關係不錯 就是因為媽媽一句 姐姐從來都不是來做你的工人 之後Babby就把同樣的相處態度 慢慢灌輸給女兒 她來到是真的去幫忙一下家 但她照顧你 不是代表要幫你做所有事 你都要自己去做自己的事 有自己的規矩 也有些事需要聽姐姐話 最重要的一句是要是其是非其非 不要因為一個身份角色 因為她是一個姐姐 她說的話可能未必是對的 但當然如果她有些事 是做得不夠好 或者可能有些事真的疏忽了 要很清晰去說 因為大家始終生活的背景不同 愛勇姐姐為了生活離鄉別井 其實都有她們的難處 特別是孤獨和私鄉 自然而已 根本是一個想分三痴 Им捧日在家庭 當自己的家庭 projets 那是 nasıl屬於是位소로住了 很困難啊 都是同業主機的人 離她很遠 如果我心想坐三痴 坐著我的女兒 我可以看到她 全部都可以 但我沒有丈夫 他已經離開了 只有三個月 所以我為父母 你想想 他這麼長時間在 當他未必能融入家庭 他自然很想往外走 所以讓他感覺到有家庭的愛 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我們都是回歸 當初他一個人來鄉別井 來到這裡 以一個心去相信 其實他們都想做一份工作 找到錢去有好生活 很希望 接下來可以一直保持 好 希望可以跟他們的關係 一直維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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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